大家好,我是宇哥 宇哥出品必是精品 就不会再赴战场了 妻子将一枚旅者守护神的吊座送给了他 提醒他要时刻记过家人 平安归来 2014年 傅元回家的艾迪 没与妻子商量 便擅自决定重返部队做军医 理由是养家糊口 给儿子治病 妻子很生气 希望艾迪能留下陪在自己身边 他宁愿卖掉房子和车子 找份兼职 因为一个人照顾整个家庭 实在太辛苦 太孤独了 但一心想逃避的艾迪没同意 这天护工卡拉带小福来消防站找艾迪 周五小福的班要举办课堂展示 他想将爸爸获得银行勋章带到学校 并请爸爸给同学们讲讲勋章背后的故事 艾迪有些迟疑 可望着儿子期待的眼神 还是答应了 这时警报声突然响起 艾迪告别儿子 登上了消防车 118救援队赶到时 女警已经来了 他告诉队长 有两个孩子在外面玩 妈妈喊他们回家时 却只回来了一个 大家走进失踪孩子的家 看到一张园房主留下的旧照片 背景有一个大风车 女警告诉队长 风车几年前被拆掉了 以前用来给水泵供电 队长说道 旁边有口废景 女警点点头 而后大家开始私下寻找失踪的男孩小海 艾迪注意到 屋外的炸了漏了一条缝 走进去看到地上有个玩具小车 再往里走 木板上赫然有孩子的脚印 连忙喊队友来帮忙 这是口狠窄的废角 队长命人将照相机放下去探查 一连放了40英尺都不见人影 下沉到45英尺时 小男孩的头出现在了屏幕上 小海抬着头 双臂病龙 胸部受挤 呼吸微弱 小海妈闻讯感到 看到儿子还活着 心情激动不已 局长在地区结构图赶到小海家 内口井离地下水位有50英尺 连接半英里之外的水库 即使说小海再往下5英尺就会淹死 显然从井上无法将它拉上来 而从水库那边也无法施救 因为可能会有管道通往河中 但历史久远 地下管道的情况没人能说清 队长的方案是 在井南边搭一个钻井架 挖一条更深更宽的平行道进入 再徒手一路挖通旁边的井 其实这也很有难度 因为若通道离井壁太近 很可能会破坏井壁结构 造成坍塌砸众孩子 媒体听到风声 纷纷赶到现场 偏偏天气还不给力 风暴加急风 让本就危险的营救 变得雪上加霜 小海妈通过对讲机 哽咽着对儿子讲话 说到一半就因伤心过度 说不下去了 艾迪接过了对讲机 小海 我是消防员艾迪 我和你妈妈 还有很多人都在想办法救你 挖通道可能会有些吵 你别慌 我们很快就会救你出来 这时暴雨倾盆而至 队员们拼命挖 才挖到四十英尺 原本一小时就能完成 可现在的雨框 需要巩固地基 至少还得两三个小时 可小海以为困十几个小时 必须尽快将其救出 这时天边一道闪电划过 局长却那家收工 这么高的钻井架处在这儿 不停就这情等的被雷劈 队长却不肯放弃 下令准备好酒之后护具 话还没说完 埃迪就主动请营下通道救人 队长给他多带了一瓶氧 嘱咐他务必在红灯亮起之前赶回来 他与埃迪约定有三十分钟挖通道 时间一到会拉两下绳索 提射间的拉上来 若埃迪先找到孩子 也拉两下绳索 队好时间后 埃迪进入了通道 踩到底后 开始分离向侧面挖土 老七发现井中相机的信号断了 放入新的也来不及 埃迪不停挖掘 终于发现一条滚道 向左转头 看到了下方的小海 兴奋的叫道 小海 我是埃迪 我说过我们会来救你的 埃迪通过队讲机告诉队长 水涨得很快 小海乡下沉了 请求多给自己一点时间 无奈信号太差 上面的人根本听不清他在说啥 小帅群队长多给埃迪一些时间 说明他已救到了孩子 此刻埃迪也抓住了小海的手 但队长担心埃迪的安危 时间一到便命令向上拉绳索 埃迪大叫着被绳索拉了回去 但他不能丢下小海 情急之下 居然割断了身上的绳索 身体瞬间又降了回去 小帅感觉不到绳索的重量 拉上来后人发现 绳子已被割断 大家全都呆住了 队长派老七从通道下去探查 小帅认为应该派自己下去 小哼道 要是你也任性割断绳索打扮 宇哥觉得这话没错 还是老齐沉稳 埃迪再次自由动敌 这让他深感恐惧 不由想起2015年 自己的阿富汗的遭遇 那天妻子在视频中哭诉 母亲得了子宫内膜癌 且已经到了中后期 她想回去照顾母亲 话未说完信号就断了 埃迪也坐上飞机 去执行救援任务 队员提醒埃迪 掉这掉了 埃迪连忙将其拾起 坦言自己并不信他能保平安 但每次看到 就会想到齐尔 离基地十千米时 他们的直升飞机遭遇炮弹袭击 发生了坠机 埃迪醒来后 立即向基地请求支援 并喊醒了战友 他不顾个人安危 引护战友转意 埃迪为掩护伤员肩膀被击中 扔解策折回飞机救人 战友见他还要回去救老雷 告诉他老雷已经死了 埃迪仍冒着枪林弹雨 将老雷的尸铁拖脱了飞机 在救火中 埃迪的手也被击中 漫分绝望时 他拿出了吊车与妻子的照片 心中再次燃起了活下去的希望 自己还有家人需要照顾 这时救援飞机终于赶到 向敌人猛烈开火 他们得救了 埃迪躺在病床上 身体多出动枪 骨折 肩膀脱臼 长官赞赏埃迪表现英勇 救了大家 埃迪却没能救活老雷先存遗憾 长官温和的说 人生总会有遗憾 但你应该受到嘉奖 不久之后 埃迪带着银行勋章返回家中休养 家人们来家中探望 妻子想见埃迪休假 带小福去加州度假 埃迪却没好气的再次拒绝了他 转天 妻子留下一张字条 离开了他与儿子 埃迪被小海的喊声猛然唤醒 找到小海将他抱着自己身边 小海发现地上的吊柱 帮他拾了起来 这时老七东通道降了下来 看到两人都平安顿时喜出望外 他让埃迪在此等候 自己抱小海先回地面 众人看到老七抱着小海平安归来 现场一阵欢呼 人儿就在队长准备放绳索救埃迪时 一道闪电猛然击中了钻井架 小帅反应快 迅速将队长扑倒 钻井架的倒塌 却再次堵住了千辛万苦挖好的通道 小帅发狂的叫着埃迪的名字 抓着堵住通道的泥土 激进崩溃 小帅建议重新挖掉通道 队长说行不通 因为地面漫水了 即便再钓一台钻机过来 也开不过来 小帅说 那就徒手吧 老七怀样雨势太大 可能会造成二次坍塌 小帅急了 你们是不是以为他已经死了 大家当即否定了他的说法 没人会丢下埃迪不管 只是一时没想到救出的方法 此时埃迪绝望的抓紧队长机狂吼 我还活着 有人能听到吗 那一刻他开始后悔自己的鲁莽 妻子离家后 父亲便说他自不量力 不可能边工作边照顾儿子 父母想将小佛接回去照料 他未曾与父母发生了争吵 埃迪问儿子小佛 我不在的时候 你想过我吗 我一直很想你 埃迪将小佛揽进怀里 发誓再也不会离开儿子 此刻埃迪带着氧气罩游入了水中 他想起局长说 这里有根管道通向河中 决定奋力一搏 就这样 强大的信念支撑着他游入小河 浮出了水面 就在队长集结队伍 准备使用热感相机 及救援飞机搜寻时 精疲力气带埃迪走了回来 大家联盟圣前搀扶 埃迪据说自己也必须没事 因为周五还有大事呢 周五埃迪来到学校 在小佛的陪伴下 为大家讲述了银星勋章背后的故事 小朋友好奇的问他 是否带过那枚勋章 埃迪直言 自己也不想带首饰 除了那枚吊字 因为这是你的幸运符 老师问道 不 他才是我的幸运星 埃迪深情的望着儿子回答 好了 今天的故事讲完了 喜欢这部剧的话 别忘了点击订阅钮 等待宇哥更新 并在微信里搜索我的公众号 宇哥讲电影 这五个字 点击关注 本剧全集公众号内现已上架 欢迎大家订阅收看 喜欢宇哥的视频请订阅关注 获取第一时间更新 对了 还有别忘记转发哟